新年快樂 嘖嘖開箱 福袋的續集 如果你們想要知道說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的話 你可以去看我們 過年的時候有個 開箱福袋的一集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不小心種了一個滿大的獎 還不打緊 我們那時候沒有想到說會這麼大一箱 然後來的時候才發現說 這麼大一箱,都是我們的獎品 所以我們就想說,那不如就是來開給大家看一下 看裡面到底是不是真材實料 裡面還有一箱 很多人收起來都會 手要斷了 外箱吧 外箱都會被留著 各位,這邊有那個耶 防尾貼紙 這個是全正版都會用的 對啊,基本上它是一個正版的實機型 看起來應該就會是像這樣 這是保證書嗎? 哇,這還蠻精緻的耶 還這樣亮亮 野獸果的 你看,還這樣亮亮 Oh! My God! My God! Oh! Wow! 真的太扯了吧 它有編號耶 No.2107 MC014 證明它是一個正版 接下來我這邊就把它從這邊拉出來 這是它的底座 底座其實就蠻重的 很重啦 對啊,蠻細的耶 這邊有那個實力寫名片 你知道以前有一陣子那個 很早以前 77塊在送那個迪士尼的公仔 它底下就會有這個 因為我還蠻懷念那個實機 它最後還有一個盒子 可以讓你說有銀色的有金色的 然後它上面其實應該有一層膜吧 可以撕掉 對,也是可以撕掉 可是我們就是不撕 登登! 然後它這邊腳下有一個這個 就是我裝在這裡 我把它裝上去 眼睛又亮了 欸,它跟我撞色了 喔!這是磁吸的耶 好扯喔 好扯喔 你看它這裡 它這頭有一個輕微的一個凹洞 然後就是 你可以這樣吸上去 好可愛喔 可愛可愛 還可以這樣子轉 所以你可以轉這個花的角度 可愛 還蠻可愛的耶 好啦,難怪如果說喜歡的人 可能真的願意花到那個價值吧 這個展示的感覺 或是你有一個矮櫃 就擺在櫃子上面 它現在是在拜年嗎 屁股很好笑 屁股暈暈 而且它的圖色很細緻 公仔的圖色其實都蠻細的 就是如果是收藏型的 那如果說這種阿 你真的回去碰到 或是那個漆掉了 你可能都還可以再去找 漆或是去找人家再幫它補 欸,講真的 因為我後來 開始在網路上訂一些 就是人家帶購的公仔 我就發現說 其實這個貴起來真是蠻貴的 大概是10公分的 你就可以賣錢出頭 何況是30幾公分 所以有沒有人家跟我賣 我們讓大家在影片底下出價 就是如果你願意買的話 我們就考慮賣給你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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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留言或是寄信給我們 我們真的會有專人來聯絡你 雖然它可愛是可愛 可是覺得應該會有人 更愛護它 比起我們而言 那我們今天沒有要幹什麼 就是讓大家在影片最後可以 隨便聊一下 然後如果說你想要買的話 就歡迎在底下出價 我們就是 架高 對,架高者 之類的 就是希望有人可以出高一點 我們今天開箱就開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囉 好心虛喔 你可以介紹一下 介紹我的衣服是不是 因為我今天跟它撞色 然後為什麼我會穿這件衣服 是因為有人就說 欸,我可以穿一下 然後這其實不是我的衣服 這是一件大size的外套上面 縫了皮卡丘 而且是兩隻 然後縫那件外套 然後原價就要破萬 真的假的 這件破萬喔 然後那兩個皮卡丘 可能也要三十五千 所以等於我現在這樣子的話 身價就是兩萬以上 你很不得了 好可怕喔